台中部方傳統市長來 有一間買米線的店家 用很特別的方式 帶民眾作為環境相實質 推出一百萬 十塊的米線來作公約 民眾也都熱情享用 燒烤烤的米線 從店裡拿出來香氣 特別讓人流水冷 民眾聽到店家跟理長要學班 說的多年 再去還沒九點半就來拜託 這間在台中 無方傳統市長裡面的米線 平常是一碗大廣 黑暗米線要四十五塊 十月十後國庆這一天 有理長跟店家合作 推出一百萬的米線 每一碗十塊的活動 所有政府官員在地愛心廚房 做加菜金 結果九點五十分開始發貨賣 不到十分錢就要拿了 民眾熱情享用 為什麼會推廣這個食園的一個道理 就是說因為今天又是國慶日 也是我們台灣的一個國家的一個生日 我們最主要的收取這個食園 最主要的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食園捐贈在 我們的一個愛心廚房 因為我們希望說把愛心落實 把愛傳出 米線不一定是 正在焦點的配料 也可以是公益活動的主角 民眾現場 搭出一個家裡的發展 也感受到台灣特別有的 冷靜美 記者台中報讀